誒誒誒 我跟你講喔 最近有一批牛肉好便宜啊 好 今天就直接開門健身的來錄一段影片分享給大家 首先大家看到我桌上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今天要來測量的 要來比較的產品 要來比較的東西呢 那就是我手上這兩個Switch Pro手把 剛才片頭的部分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一些手把 那些手把呢 其實是屬於副廠手把 副廠的手把呢 其實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屬於有原廠授權 一種是沒有原廠授權的 這一次呢 是因為有非常多人私訊給我 跟我說網路上面其實我在賣一些比較便宜的Pro手把 到底可不可以買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自己呢 在網路上面其實有翻了蠻多的資料啦 那些資料講真的喔 都是應該給大家不太好的評價 那在今天測試比較之前呢 我也不能先斷定說 它是不正常的 所以呢 我就來比較一下這兩隻 Pro手把的相關差異吧 那麼今天的影片應該會有點長度 所以我現在這邊呢 簡單的整理出今天會 測試跟比較的項目 大家如果想要看得仔細一點的話 也可以按暫停 稍微看一下喔 好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到 外盒 外盒的話呢 其實在我這一盒啦 原本的Pro手把很明顯的有貼個1790 很多人問到這個價格在哪裡買的 2018年的年初的時候在台北地下街買的 另外這個是我剛拿到沒多久的Pro手把 這個呢 我等一下就來做一個記號 另外因為我有把它帶過來 這已經用了非常久了 從上面的灰啦 可以發現它真的是用非常非常久的一組Pro手把喔 那這一組呢 我就把它貼個記號好了 因為我們為了要好電視嘛 等一下呢 我在它的旁邊這裡 貼上一個 白色的記號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 原本在使用的手把 那因為我有拿出來充電嘛 所以充電線的話 我也一併把它給拿出來了 等一下呢 充電線也會來比較一下 至於充電線的部分呢 我就在 Type-C這邊一樣把它貼一下好了 OK 那麼這一條Type-C的線呢 就是我原本Pro手把的線啦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來從外觀的盒子看一下 首先那是正面的部分 在這一個 我之前買的原廠Pro手把上面啊 跟它的印刷其實是有一點點的落差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樣子的落差其實還算不小 整個來說啦 它的印刷是比較清楚一點的 字體上來說呢 是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跟印刷的工廠啦 時間啦 可能會有不太多 所以不能從外盒斷定 它們就是不一樣的手把 再來上面的部分呢 紅色的色差是有一點 不過印刷的方面啦 其實是完全一模一樣 連這個掉起來的地方呢 這個洞啊 打的洞都一模一樣 右側這裡呢 因為我買的這個原本是台灣的公司貨 所以它在這個上面有貼一個台灣公司貨的保固 這個其實就是代表一個保固卡的意思啦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買原廠Pro手把這裡要留好 另外一邊呢 是這個 但是因為它是說 好像是日版的吧 所以呢 它沒有貼上台灣公司貨 至於日版的上面有一些什麼文字呢 我這裡目前為止是沒有可以比較的 因為我只有台灣公司貨 左側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在印刷上面有一點點差異啦 原本的這一組Pro手把 它的色差來說沒有那麼嚴重 另外一組的這個手把 在我現在肉眼看起來 它是有點偏墨綠色的感覺 嗯 有一點墨綠 墨綠的 清晰程度也比較沒有那麼好 妹面的部分呢 其實 從這邊看啊 真的除了色差以外 基本上其他都是一模一樣 從印刷的文字 到所有的圖案排列 圖示排列 QR code 還有條碼等等完全一模一樣 底部的部分呢 看起來還是只有色差的部分 其他東西 印刷幾乎完全一致 一模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馬上來開箱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這一組呢 就是我原本在使用的Pro手把 等一下我們一一的來對一下 我也把它的袋子啦 之類的 全部都給拿出來 目前為止 這樣裡面沒有東西了 它只有兩個袋子 OK 袋子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擺在這邊 好 接下來的是這一個 另外呢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首先呢 打開來之後 上面有一個 這個我們先把它拿起來 接下來裡面就是Pro手把的本體 有點卡 我們要把它拿出來 再來還有一條Type-C的傳輸線 OK 這麼裡面也沒有東西了 然後剛才有看到兩個 在盒子裡面的隱藏部分 在這裡啊 不管是QR code還是上面寫的文字喔 也都是一樣的 它裡面的這一塊小小的厚紙板呢 上面其實也有一個 類似英文字吧 把它印在上面 新買的這一組 Pro手把也是有英文字在上面 而且文字呢 也都是一樣的 再來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一一的拆開來看一下好了 首先我們先看 Pro手把的部分 這是它Pro手把的一個保護袋 袋子的部分呢 它在上面這裡都是有條碼的 那兩個條碼其實除了字體不一樣以外啦 數字上也有點不一樣 接下來呢 我們先把這個折起來 然後我們來拿開 Pro的手把 好 Pro的手把呢 目前為止拿出來 兩個的 重量大小外觀 其實看起來還蠻像的 但是我用的比較久這一組的塑膠殼 感覺那個半透明的感覺啦 比較透一點 這一組新的感覺呢 半透明好像比較沒有那麼透的感覺 但是這個跟P號不知道會不會有太大的關係 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等一下再來看 那接下來呢 是線的部分 線的部分一樣是拿一個這種透明的袋子裝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兩端的頭部好了 首先是USB的這一端 在HAC001的部分是一模一樣 不過在產地的部分呢 原本買的這支Pro手把 它的產地是寫在菲律賓 另外這一支呢 是寫在中國大陸 Type-C這一邊的部分呢 呃 這一面 都是一樣寫上Nintendo 一個Logo的標誌在上面 然後一樣是Type-C 背面的部分呢 一樣也是寫上Nintendo在上面喔 接著呢 就是手把的部分呢 那我們先把這兩個東西往左右移開 那麼首先我們先從外觀來看一下好了 類比搖桿的位置配置呢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兩個其實滑起來的感覺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按鍵所有的配置 完全一模一樣 除了這個殼的透明那個感覺喔 不太一樣以外 然後摸起來這個塑膠 這邊呢 是比較像磨砂感那種感覺 比較有點止滑 這邊呢 是比較 比較光滑一點點 但是這個跟在按久了 我覺得也是會有差 因為像這邊的右鍵啊 其實這裡就比較常按到 所以透明感的透亮程度是比較好一點的 下面這裡的兩邊的握把 這個部分 其實呢 原本用久的這隻感覺看起來是比較透亮一點點 那這隻是比較霧一點點 但基本上 看起來也都是一模一樣 下方的部分呢 一樣也都是有對平燈 四個對平燈 然後左右兩邊這裡的握把部分都有螺絲在上面 上方這裡呢 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樣的配置 左邊的部分呢 這邊怎麼有貼上一個類似保固貼子的東西 在這邊 先不理它 等一下再來拆它 另外一邊的部分呢 則是 看起來也是一模一樣 這兩隻手把的目前為止看到現在來說啦 基本上是幾乎一模一樣 那麼接下來就是重量的部分了 原廠Pro手把在網站上面所示啊 是246公克左右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秤一下 首先是秤這一個 247.0 好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個秤也是會有點誤差 手把也是會有點誤差 這是很正常的 再來是這一個 比較輕喔 這個只有235.9公克 再秤一次 這隻是 247.0公克 這一隻 235.9公克 235.8公克 248.2公克 所以它還比較重一點點 好我們再量一次 其實有一點誤差應該算是都正常 248.2公克 量完了重量之後呢 我還特別準備了一隻卡尺 那我們量一些比較簡單的地方 就是它類比搖桿的直徑 然後跟這個十字鍵的直徑 這樣子就好了 首先呢是右類比搖桿的部分 直徑的長度呢 大約是 1.7公分 接下來另外這一邊的 Pro手把呢 我們把它夾起來 它的直徑呢 也是大約在 1.7公分左右 然後十字按鍵的部分呢 倒這兩個給大家看 它的 寬度大約是在 0.7公分左右 這組的大小呢 也是在 0.7公分左右 所以 以兩組的重量上來說 是有點差異的 但是在尺寸上來說啦 幾乎是一模一樣 接下來呢 我就來 開機 直接把它 接上這隻 Pro的手把 那我接的是這一個 沒有貼的 這是新的Pro手把 使用的線材呢 也是使用這個沒有貼上 白色標籤的線材 OK 那接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對平了 第一個震動蠻大力的 不知道有沒有收到聲音 那麼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1號的對平燈亮的 上面這裡呢 也是有一個充電的指示燈 它也是已經亮起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進到遊戲裡面去試試 第一個先來測試一下 Amiibo 我先把它點進去 好的那麼我們現在呢 是使用這一組的 Pro手把 但是呢 進到了 Amiibo的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辦法支援到 NFC的部分 那第二個小測試呢 我們再把這裡關掉 主機先把它關掉 OK現在關掉沒有訊號進來了 那我們要透過一個 遠端喚醒的功能 我們先把線給拔掉 然後我來先按一下 這裡 來遠端喚醒 OK那麼基本上呢 它是沒有遠端喚醒的功能喔 那我現在呢 再換上原本的我的Pro手把 這支來試試看喚醒功能 已經亮了喔 所以畫面應該馬上就要出現了 OK 這樣子呢 就是 它擁有一個喚醒的功能 接著我們一樣進到 大亂鬥裡面去 請將Amiibo點觸 NFC的範圍 所以代表這一組呢 是OK的 接下來呢 我要測試的就是 它的震動部分 跟它的 體感 陀螺儀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 大亂鬥 跟另外一款 射擊遊戲 來測試一下 它的震動 跟它的 陀螺儀的功能喔 簡單測試一下 這組 Pro手把的 震動部分 跟原本 我在使用的 Pro手把 感受上相差的 還蠻多的 因為它的 力道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會覺得 裡面好像有點沙沙的感覺 至於在體感的部分呢 這組手把 也是有完整的 支援到 好現在呢 進入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就是 我們要把他們 兩隻給拆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東西啦 我在這邊呢 有準備了 小小的螺絲旗子 好不好 到時候呢 就直接把它給 拆開 那我們第一隻呢 先來拆一下 原本我在使用的 Pro手把 這隻手把的部分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 修過一次了 因為它的 左類比呢 之前有一些 小小的故障 噴完那個電子清潔涕之後呢 就是 恢復正常了 不過 奉勸大家 如果有保固的話 還是要送保固 因為送保固 總是比較安全 拆過一次了 所以我這次在拆呢 是比較得心硬手一點的 首先先把下面兩個 拿起來 接下來這邊呢 我記得沒做到 還有好幾顆螺絲可以拆 一一把它拆掉 好的 目前為止的拆到這邊 是可以看到它的 電池的部份 電池的部份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廠有標示 它是1300毫安小時 那在這邊呢可以看到 很明顯 它有1300毫安小時 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可以拆的部份 我們再來把它繼續拆一下 OK 那麼我們現在呢 把前面的面板 應該是可以拆下來了 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 小心翼翼的拆開 來 其實呢 這裡面大家在看的啦 除了一些 電路板的部份喔 就是下面這裡有寫上一個 謝謝所有的玩家 粉絲們 在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彩蛋 好 那我們這隻就先拆到這邊 好不好 我們先拆到這邊 接下來的來拆另外一組 看一下 好 目前為止拆到這邊呢 看到它的電池 那我們把電池拿出來看一下喔 這個電池部份也是一模一樣 1300毫安小時 接下來我們再來拆下去 好 目前的狀態呢 拆到這裡啦 其實這兩顆螺絲 跟這顆螺絲的 我已經都拆開了 但是這兩顆螺絲 已經拆到快崩牙 但是還是拆不下來 這一組已經 沒有辦法再拆更開了 那因為我在拿電池的部份 是感覺到 重量有一點點差異 但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製程的關係 我們就幫電池稍微量一下 重量好了 好 那第一顆先量的呢 是這一組 新的Pro手把 我們來量一下 它的重量是23.6 另外呢 原本的這個Pro手把的電池呢 我量一下 28.2 所以這兩顆電池的其他的重量 是不太一樣的喔 那因為這邊呢 沒有辦法再拆開來的 所以我們就 做個總結好了 好 一路從 下午的側套的晚上 現在連外面的衝教車都已經跑出來了 在這邊呢 先跟大家總結一下 首先是這隻手把跟原廠規格不符的狀態啊 其實第一個就是 NFC 它不支援 第二個呢 就是主機喚醒功能 它也沒有 再來呢有兩個比較可疑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是震動啦 再來跟原廠的這個部分也是差蠻多的 它這組手把震動的是比較粗糙一點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呢 跟原廠的手把是有一個明顯的落差 所以說它的震動還是有大力跟小力的那種 細膩的變化 但是呢整體震動起來那個感覺啦 非常不一樣 再來就是如果我特別撐開它的右類比搖桿 去看一下裡面這裡的文字啊 其他在這文字的部分喔 是 有的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完全有的 當然在下面的這個電路板的部分啊 因為我拆不開嘛 所以後來我有特別 仔細的看一下它這個電路板的部分 其實它這兩個的電路板 配置是不太一樣的 最後的總結呢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外面看到一個價格 真的是非常不合理的價格地帶啦 真的要小心一點 特別小心再小心 不要花了錢之後呢 才發現這個冤大頭 就算是花到比較少的錢去買回來喔 但是公用跟自己所想像的 不一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也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費 如果你真的想要原廠Pro的所有規格呢 建議還是前往一些比較有幸運的賣家 或電玩店呢 去購買的話會比較安心啦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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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開 開 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